韓國租屋費有驚人 入住前要繳百萬押金 台灣通常是給兩個月的押金 然後一個月的房租就可以住了 對 但是在韓國不行 因為韓國有兩種方式 一個叫全金 一個叫月租 月租的話 押金很貴 要付兩二三十萬左右 三十萬 全金是說 都不需要付任何的房租 就給他兩百萬台幣 然後就是這樣 太扯了 對啊 不要忘記今天晚上11點 東森綜合的32頻道 二分之音牆 三十萬